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上将出席参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 首次公开捍卫自己在川普卸任前 向解放军高层保证美国没有要对大陆开战的立场 秘利强调和解放军的两次通话都经过跨部会协调 这样的军方高层对话是为了避免爆发冲突 曾经访问台湾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立文反问秘利上将 如果解放军要攻打台湾会不会提前告知美国 秘利在听证会中也证实众院议长陪洛西在1月8号和他通电话 询问总统发射核武的能力 他向陪洛西解释虽然总统有发射核武的权利 但整个过程和程序能确保不会有违法 未经授权或意外发射核武的情况 TVBS新闻黄松普尼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